大家好,上次有朋友问可不可以看一下我家的木槿花 现在正式木槿开花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木槿花属于井葵科木槿鼠 它的学名,这个不知道是拉丁文还是英文我就不大会念了 大家看看就行了 木槿花是一种落叶灌木,它最高可以长到3-4米,这个非常耐寒 我在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院子里有9颗木槿花 后来陆陆续续的送给朋友,现在就剩3颗了 因为它把整个花园占了非常大的地方,而且很遮阴 所以很多喜欢阳光的花都不太容易开 民间把木槿花也称为召开木落花 也就是说它的花其实只有一天的时间 早上开了到晚上就能落了 可是它此起彼伏非常多的花苞 这个花从7月中下旬一直可以开到9月初 你注意看一下,它这上头非常非常多的花苞 虽然花只能开一天,但是因为它密密麻麻的 所以你感觉到它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总是在开花 你注意看一下 这朵花在开,它边上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花苞 这朵花是今天早上开的,如果它落了以后 那些花苞明天后天持续不断的就开着 再看看这朵花旁边卸掉的这个 这个是昨天早上开的,到晚上已经卸了 今天它就会落下来了 所以你种木槿花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烦恼的 因为它非常非常多的落花,每天都会有大批量的落在下面 如果你不及时的清理,整个花园看上去就脏兮兮的 所以你喜欢漂亮的花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劳动,也是要有代价的 木槿花的花朵有非常多的颜色 有白色的,淡粉红色的,淡紫色的,还有紫红色的 另外它有单瓣的,副瓣的,还有虫瓣的 你可以到花圃里去找你自己最喜欢的哪一种 据说木槿的种子是可以入药的,称为朝天子 要用价值很多,我因为不懂中医,我就不在这里乱说了 另外它的这个花据说是可以吃的 我收一下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菜谱 到时候来给大家做一个 木槿非常容易繁殖,可以用播种,牵插,还有嫁接来繁殖 另外木槿花非常的抗寒 多伦多这里冬天到零下二十几度不需要任何的保护 第二年它自己又发出来 秋天的时候我会把它剪短一点,大概在1米5高矮的样子 第二年它就会发出新的枝条来 目前正是各个大花圃打折的时候 有喜欢木槿花的朋友可以到花圃看一下 这个时候也是种植的好时候 好,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